选前最后一天全力冲刺 中俄立委补选 民进党候选员林静怡 在立委王定宇和林楚英的陪同下 指导被认为是严家大本营的杀戮 扫街败票 象征要翻转地方势力 占国有地是事实 而且那又是保护地 那这个事实 他们要拖到什么时候才处理 我相信大家都在看 那台中市政府如果到现在 一直都迟迟不愿意跟国产署配合的话 那接下来法律程序的走 我觉得台中市民 也会对于台中市政府 他们这个态度会感到非常心寒 中俄立委补选 国民党候选人也宽恒 则由立委杨琼英陪同下 在屋日进行扫街 媒体问到在杀戮区保安宫的 人民之夜 会不会有神秘嘉宾现身 我们不会孤零零 我们有很多的相亲陪伴 我们也有很多的好朋友 要来支持 要来住家 要来鼓励我们神秘嘉宾 就是我们所有的相亲 远前倒数24小时 双方都卯足全境 有媒体人发文分析 这场补选投票率是关键 中俄选区立委补选的选举人数 是295,985票 如果以50%的投票率来计算 两位候选人如果差距5% 只有7,399票 因此两边都持续拼战到最后一刻 不敢松懈 新唐亚太电视 秋天写王源林立 台湾台中采访报道